刚才大家看到这是又像老鼠又像猪 有民众发现了新竹县新枫香砍头西出现了呆萌的庞然大物 原来这是附近住户饲养的两只水豚逃脱了 那么农业处还有流浪动物珍爱协会呢 用捕兽网花了三小时又捕成功 但是只成功了一只 还有另外一只下落不明 咖啡寺的巨大动物在河里移动 看起来像老鼠又像猪 新枫香砍头西出现旁人大物 吓坏居民通报相关单位前来处理 吸水在那边是比较绿色 然后你看没有说非常透 你是看不到那个水豚它在下面 然后因为它就潜在 有人走过去有声响 它会潜进去 然后等人离开之后 它会上来换气换水换气的时候 它浮出来才被民众发现 目击者说原本在天理工作 突然看到河边有快30公斤 没有看过的动物在水里游泳 怕它有攻击性立刻通报 原来它是现在最流行的水豚军 四组就住在附近 两周前两只水豚冲破围犁逃跑 寻觅多日都没有找到 农业处和流浪动物珍爱协会 八名大汉进入河中用捕兽网 花了三小时慢慢靠近又捕 才围捕成功 它以为它那个围犁 就是够可以关注它 结果没想到它们那么厉害 还可以跑出来那样子 超出它那个防护措施 对它的维护措施那样子 进口的时间来台湾可能还不到半年 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有民众发现的话 尽量不要去不了解它 就是拿来什么工具或者说冒然去抓 可能会被咬伤 七个月大的母水豚抓到了 但另一只水豚还没找到 四组心急如焚 希望能帮忙协巡 也呼吁如果有发现 通报县府切勿自行诱抓以侧安全 不愿意 就筛了 就有短暄 复养 在以后 不容易 纯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